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Lestet涨36% 涨了0.31% 收在11823% 分别涨了0.41% 0.56%和0.31% 那么欧洲方面 英国-1.26% 德国-1.66% 法国-1.74% 欧洲因为德意志银行又产生了新的信用的危机和资金流的问题 那么主要是他的这个书役的这个买CD的这种风险的这个保险费突然提高很多 让人家怀疑他的公司的这个财务有问题 因此又引起了心一波的恐慌 不过后来德国的政府还有他公司本身采取一些措施慢慢的稳定下来 亚洲方面 日本-0.14% 香港恒生-0.14% 中国上海-0.42% 代表恐慌和graded指数目前在33% 代表67%的人是看坏市场的 所以3%看好3%看坏 越多人看坏 市场越safe 美元指数目前是103.12% 美元指数从97左右涨到115% 然后掉到102% 现在反弹在103% 美元对人民币6.87% 美元对日元130.75% 美元对欧元0.93% 每年的十年债券现在已经掉到3.48% 前段时间他曾经去过4.4%左右 所以美元的长期债券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掉了1% 意思就是投资人和一些金融机构认为美元的利率的上升可能慢慢接近尾声 也许在明年或者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美国的利率有可能 长期利率可能开始慢慢会下降 美国的这个短期债券目前三个月的在4.61% 六个月4.69% 十二个月4.22% 两年3.77% 五年3.41% 十年3.38% 三十年3.64% 美国的这个银行属于这个隔夜拆款利率 Federal Fundway 现在已经到了4.875% 又涨了一个quarter 从原来的4.5% 到4.75% 升到了4.75% 到5% 之间 那么石油的价格 西德州有69.26% 布兰特油74.99% Nature gas2.22% 黄金还是在2001块 由于风险的因素 黄金价格最近是上升的 小麦目前在688块 那么美国的CPI和通货膨胀的指数 还是在5.5和6之间还是居高不下 但是美国的有部分的金融系统 尤其一些财务不好的银行和小的这个银行 或者一些小的公司都有面临挑战的可能性 因此投资人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冷静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要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 尤其是很多有一些人放出来的消息是别有居心的 因此投资人在目前必须要冷静一些 不要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 举例来讲 表面上最近在讲很多的国债都是很危险的 然后国债有违约或者各方面的风险 但是实际上从经国年初到现在美国的国债 长期的国债大约涨了6% 中期的国债大约涨了3-4% 短期的国债也涨了大约2% 所以并不是表面上所看到这样的现象 代表有大量的公司或者退休基金或者主钱基金 有买进 逐步买进美国国债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会买进 就是当利率上升到了一个终点的时候 锁进高利率 然后以后等待利率下降的时候 可以又赚到债券的价差 因为债券的价格跟利率是走反方向的 因此当长期利率下降的时候 长期的国债价格是上升的 我是萧银翔 我的电话73-988-3888 谢谢 谢谢